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个一列固定宽度且居中的布局 这是一个一列宽度 是不是 也说是这是一个块块组成的 然后在我们页面中居中对齐 这个太常见了 比如说你看这小米 这个你看是不是就是一列 这是一行 然后我们这整个是一行的 然后在里面写上 对吧 当然它是非常好多列 但是是不是一行一行组成的 我要做的这个效果 就是说我们先做一列的 就说是一行一列的 然后让它在我们页面中居中对齐来显示 那这个模块怎么做呢 实际上是不是有一二三四个盒子 是不是组成的 对吧 好了 那么既然有这么多盒子之后 我们来分析 按照我们说 刚才我们讲过我们的布局流程 是不是按照这四步来 第一部分 是不是先确定版心 我们才能够进行操作 要不然我们不好做 好了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第一部分先确定我们的版心 比如说这个版心我们定好了 要么别人给我们 要么我们自己定 假如说我这个版心就是960像素 因为960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数字 它能够被一二三 是吧 四 然后等等的一些六 等等之类的很多数字都能够整除 十二等等之类的 所以说用的比较多 那假如说我这个能够被 能够宽度是960像素 高的我们自己随便定了 那按照第一个部分 我们版心确定好了 是960像素 第二个分析页面中的航模块 我们这只有一列 所以说只分析行形了 它是由top banner mean 还有我们这个forter 是不是有四个盒子组成的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们来进行写出来 由四个盒子组成的结构 我们分析完了 对吧 然后第三步就输写我们atimer结构了 来 比如说我们这有分别有top 那我就写上点top 那么并上一个点 banner 是吧 banner 然后并上一个点 min 然后再并上一个 这个加号数并的意思 加上一个forter 是不是一共有这么四个盒子组成的 按一下type键 是不是分别生成这四个div 是不是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当然你这怕忘了 你可以写上这是top盒子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banner盒子 这个是我们的min主体盒子 这个是我们的forter 就是页面底部 是不是一共有这么四个盒子组成的 对不对 好 有了之后我们可以输写样式了 那书写样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第一部分先要ss初始化 这部分千万别忘了 但是为什么呢 是不是 那因为你不写的话 是不是默认的有内外编具 这样的话 它是不是顶不到边缘 对吧 因为我们知道包底 是不是有一个默认的外编具 是顶不到边缘的 所以说我们上了第一步 先什么 信号 是吧 记得这个margin 括起来 里面的0 是吧 tiding 括起来 里面的0 是这么写的 这个叫做什么 清除内外编具 是不是 我说吧 cs的第一句话 是不是肯定是他 清楚内外编具 我们先给他清掉再说 改完之后 我们做一做 就要测一测 留言器中打开 来走一走 看一看 错过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是不是 进去顶过来了 然后我是不是给他们指定宽度 就行了 对吧 好了 那么指定宽度之后 写法就好写了 第一个我们是不是先点top 对不对 那么点top 那么写之前的话 我们要给他干什么 点top 我们指定宽度是多少 是960px 是不是他的版心 然后高度我们自己随便定一个 假如说我们定一个80px 这是top的高度 然后颜色 background 我们先从pink色开始 好不好 pink颜色 这是第一个 改完之后我们刷新一遍 no 是不是这个盒子已经有了 但是我们想要的目的干什么 他要居中对齐 肯定 担心是不是肯定出现了我的浏览器的最中央 还记不记得让盒子居中对齐的方式 千万不是TESA 对不对 因为TESA 这是干什么 这是让蚊子居中对齐 还记不记得 还居中对齐 咱们专门对齐 拿出了一个篇幅 给大家说过 什么蚊子居中对齐 和盒子居中对齐的区别 对吧 这个可以让top居中对齐 但是盒子不居中 要想让盒子居中 就一句话 是不是让它左右改成out就行了 一般情况下 我们喜欢margin0outto A-O-T-O 是吧 也说上下是0左右outto 这个是可以让什么 可以让盒子居中堆齐 是不是 当然这非的是0吗 我们说不用 上下你愿意给多少都行 只要保证我们的什么 只要保证是不是左右A-O-T-O 就活一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诶 诶 说到这 那学到这 我们是不是越写越有感觉了 以前学得很散 现在终于能做东西了 我刷新 你就过来 听话 乖 一刷新 过来了 还听话 这是我们说的top值 下面是不是可以再加一个小banner值 我们的banner看一看 怎么做 banner是否跟着同样的道理 点banner banner banner 扩下来 好 那banner之后 同样道理是不是也是有个宽度 宽度 宽度是多少 也是960px 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好 有了之后我们一个高度 我们给一个 这次我给一个120像素 说不得高一点 对不对 然后颜色 BGC 算是PURPRE 对吧 Purple 这是我们的子色 改完之后 我们刷新一遍 那一刷新 是不是 这banner也出来了 它要不要 就这对写 也要的 同样道理 是不是来一个什么 这个我就不写注释了 对吧 给它拿过来 同样道理 它也要TESA LEN Center 对不对 Carrant加C 到这边来 Carrant加V 拿过来就行了 然后我们刷新一遍 走起 是不是这个盒子可以过来了 非常的轻松 还有两个盒子 我们就一鼓作气 好不好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因为它写起来都差不多 我就Carrant加C Carrant加V Carrant加V 好 听同学们 听仔细 我允许你们复制展贴 怎么效率高 怎么写 没问题 听明白吗 不是说是偷懒 这个是这叫做什么样 这是提高效率 懂吗 复制展贴 我们把效率给它提上来 好了 那么me也是960 那么背景色 我们换个颜色 这个我们来个HotPink 是不是 HotPink 咱们跟Pink是过不去的 那么这个高度 我给高一点 我改成一个500px 是不是高度就可以了 Margin L2 然后TESALEN Center 改完之后 我们刷新一遍看效果 然后一刷新 是不是这个me 又出来了 过来了 对吧 底下这个folder 我们改完之后 是不是换个颜色就行了 别的不太用动 高度稍微改一改 这个高度 比如说这个folder 我改成个150px 高度高一些 背景颜色 我们换一个 对底部 是吧 他老是干脏活累活了 black 是吧 CK 你老是干脏活累活了 所以说我们穿个黑鞋 是吧 脚是黑色的 这就有了 完了 颜色看不见了 这个字看不见了 对不对 那怎么办 没办法 黑人 什么人长得黑 看不出来 这个没有办法了 好了 咱们不调了 到此为止 我们这个什么 就做完毕了 这是我们的 一列固定宽度 且居中的做法 是吧 这个样子 那再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 那我们能不能 给他们来个小编剧 你看我们的 仅仅挨在一起 是不是并不是很漂亮 你看人家 最起码你是不是来这缝隙 不要显得那么小气 对不对 这个东西又不要钱 所以说尽量来点小缝隙 会更好看 那来小缝隙 就各不相同了 那你可以给每一个盒子 指这个margin 跟bottom 是不是这个时候 盒子和盒子之间的距离 是不是有margin 是不是外边距 你怎么调都可以 方法很多 你可以给这个top margin 跟bottom 或者是干脆 你给这个banner 来个上下编剧 是不是更好一些 都是可以的 没问题 好了 那么在这里面 比如说我给每一个盒子 指定margin 跟bottom 是不是就可以了 到这里面去 我们就给他指定 是吧 一个margin 看好了 margin 跟bottom 当然有同学 已经等不及了 说老师 你写的不太好 对吧 会有问题 好 你先不用管 我先照我这个 是吧 先给他写出来 margin 跟bottom 有同学可能在偷着笑 是吧 偷着笑什么 老师 你这方法好笨 是吧 好了 不管笨不笨 我先给你写出来 你先看看 好了 写完之后 我们一双新石像素 是不是他们之间的距离 就会出来了 比较好看 你愿意加边框 就加边框 不愿意加就可以了 好了 写完之后 大概我们要的外形 就出来了 但是我知道刚才有同学 为什么要笑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发现 我写的这个样式里面 有大量的重复性的 相同的代码 看明白了吗 我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 重复性的 比如说 它的什么呀 宽度 版心是相等的 第二个 它每个人都需要 margin 三四一十二 多了十二行代码 有的同学 就想到了 我们完顺 可以把他们干什么 先给他们 既然相同的样式 我们想到了什么东西 相同的样式 我们会想到一个人 我们非常的怀念他 谁呢 就是我们的什么 叫做 兵级选择器 咱们好久没用了 是不是拿出来 不才来 拿出来六流 对不对 六流 那么什么叫 兵级选择器 是不是可以重复 多次使用的 是不是 那我们可以这么写 你看好了 点top 逗号 空格 看好了吗 我们喜欢竖着写 然后点banner 看好了吗 逗号 再来一个 点min 逗号 然后点footer 看好了吗 这几个 它们有相同的代码 什么代码相同呢 这个宽度是相同的 是不是 再来一个 testalone 是相同的 我是不是就 把他们全部 相同的代码 先沾过来 margin 0 or 2 是不是也相同的 是不是也跟它 沾过来 对不对 还有什么 margin跟bottom 是不是也相同的 也给它拿过来 是不是把它相同拿过来 那我拿走之后 你看它每一个 是不是就剩下了两行了 对吧 好的 那么我再做一步操作 那说老师 你既然想到了 为什么还要教我们 中文复杂呢 因为呢 我是 咱们呢 刚开始有同学想不到 也就是说是 我们做一做之后呢 发现就会有收获 有了收获呢 我们再回来改 这就叫做学习的过程 好的 那么这个呢 我们是宽度 然后呢 margin他 走你 是不是啊 还有一个 那么宽度 这是我们说了 它 是不是这个样子 可以了 好的 你看这样的话 我们代码比刚才 是不是省了 是不是七八句代码呀 非常简单 但是结果不会有任何的变化 我已删心 no 是不是不会有任何变化呀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什么 更简洁了 那并级选择器的优势 是不是学到这儿之后呢 同学们就开始恍然大悟了 以前的时候呢 可以简单了解 不知道怎么用 而现在真正的工作 就可以用到了 好了 那说 这就是这个工作经验的积累 就是你写的多了之后呢 你总是会发现 任何一件事情 总是由那种 最简单的方式去解决 好 那么我再加一个简单代码 比如说我想给他加个冰框 那你就不用分你的加了 既然编号都相同 我就包着 拖起来 EPX 大实的 大实的 虚线 然后呢 是警号 CTC 加个小灰色 no 是不是这个样子 你这么加完 是不是四个盒子 他们都会有这种小虚线 然后呢 我刷新 大家会发现 这个小虚线是会出来了 而且每个盒子都会有 哎 那这个案例就做完毕了 那通过这个案例呢 我们可以用字母节 心得会学的很多